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看感应篇第四十二节 也只有八个字 狂住无时 望住同学 这个也是说于大悟 《会编》里面说得很好 他说无舍之人 正当随似消息 谨止以毅力 动止以善污 死至觉悟 不止于 不度于后 怎么能够因为他愚昧 你就会欺负他 后面引来任言经一句话 任言经人 玄祸无始 遗物众生 死后当堕入无间地 所以人在世前 有意无意 造作极重的罪业 自己并不知道 也不晓得古爆的可怕 感应篇里面举的这些例子 我们细细反省 这些故事自己也常常在犯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果报 自己总以为这些都是小事 自己总以为这些都是小事 甚至于是微不足道 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故事 愚昧 愚昧 无知之人 我们不读佛经 不了解此事真相 这些人 过去深重 多少世以来 造作许多不善之业 感到这样的果报 佛菩萨看得清楚 这类的众生 正是佛菩萨救度的对象 而且把他们排在最优先 为什么 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赶快帮助他 他转眼就堕入地狱了 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 最苦 国报最严重的一定是列入第一游戏 造作罪业比较轻的 不至于堕落的这么苦 稍微缓一点 还不要紧 这是或情或礼 另外一种情形 比较特殊的 这也是佛在经上常讲的 根属的限度 什么叫根属呢 成佛的机遇 道路 这个也要忧心帮助他 帮助他成佛 他成佛之后就能广度众生 这个优先的道理再次提 世间人逼近愚昧无时折战斗所 我们再想想 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无时折战斗 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无时折战斗 细心的思维 繁心的检点 我们自己确实是属于无时折战斗 为什么呢 虽然天天在学经教 依旧时时在犯过时 这不就是无时吗 所以要随时提醒 一切实 一切处 一切静缘当中 如果不提醒 又犯过时了 如果不提醒 又犯过时了 综人不犯 念头 常常在犯了 齐心动念 为什么 佛菩萨要天天讲经 不就是为这种事情 几个人能够听一次经 听一步经 就能回头 就能觉悟 就能正好 这种人不什么有 太少了 几百年当中 我们才看见有一个 亿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个 由此可知 多数人 像我们自己也是属于这类 业障 业障 习气 非常深重 所以 要善知识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善知识 实在找不到 这是古大德教导我们 供养三宝啊 我们供养佛像 供养菩萨像 用意和在 借着这些形象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见到佛像 就想到佛菩萨的教训 见不到佛像 忘掉了 供佛像的用意在此地 不是把他当神明看待 不是祈求他保佑生官发财 是用他常常提醒自己 那么提醒第一个 读经 见到佛像 就要想到要读经 读经就是听佛菩萨讲经说法 是我们明了一礼 意思是什么 该做的 哪些是该做的 哪些是不该做的 这叫意义 离 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佛所说的一切经 它的内容 归纳起来 不外乎 就这两种事情 你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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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人看 什么样子 动之以善无 我们要做出来 我们起心动念 别人看不到 我们的言语造作 人家看到 我们能不能 在一生当中 口不出味 一生当中 能做到不妄语 不欺骗别人 从哪里做起 从今天这一天做起 从早到晚 我今天这一天从早到晚 不妄语 不悟口 这行而易进 佛教导出许 从十善业道做起 观金将三福 给我们提出纲礼 给我们提出纲礼 校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傻 修识善业 我们要问 我们怎样孝亲 怎样尊师 修慈心 修识善 就是校养父母 就是奉仕四四掌 如果我们的生余业 三业都不善 那就是不孝 再从这做起 果然真的做到 天天这样做 我们 这个人是善人 善人不必要别人称赞我们 我们要希望别人称赞 希望别人表扬 我们这样做 已经就不善了 为什么 存心不善 行为是善 行为是善 心不善 心地污染 不清净 业无所求 应该这么做 这种做法 就是帮助别人 就是仆度众生 让别人看 看了他会救我 为什么 他能做得到 我做不到 他看求我 他会反省 古来祖师大德奖金 受到感化别人 佛法里面讲 普度众生 用现在话去 感化别人 就是一个真诚心 慈悲心做出一个好样子来感慨 最好的榜样 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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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青少年的时候 他的生活环境 非常惡劣 处在逆境 沃远 他能够感化 做得非常圆满 做得非常成功 最好的榜样 他为什么能做得到 六族慧能大使 那句话 不见世间过 所以他才做到 不见世间过 是理 他明理 别人 别人 别人为什么一握意 对我 一握行 对我 总是我自己有故事 所以他念念 他没有看到别人过 认为别人 认为别人 什么态度 都是正确的 都是对的 总是自己有故事 总是自己有故事 去反省 简点 改过自己 使这些卧异 使这些卧异 乡下的人 也看不出自己的 过窩了 这是真正懂得 修行的道理与方法 他真懂得 在我们佛法里面讲 这是大菩萨的实现 这哪里是凡人 他的行持 我们仔细观察 跟华严经上 善才同志 没有两样 善才同志 一生修行 没有见到世间过 只见自己过 不见世间过 所以他一帆风顺 一生圆满不体 这是佛在经典上 举出最好的一个方言 从凡夫地 经历菩萨五无圣 一个阶级 从初心 到实性 跟一个老师 温书菩萨 是他老师 射性心满 老师叫他出去训 所以王后是五十三参了 所以王后是五十三参了 每一参与未善之时 她的位子向上提升一个阶级 三参与未善之后 参与即向云比丘 她是四柱 参与海云比丘 她是二柱 参与祂 参与妙主比丘 她三柱 我们想想 她过的是什么日子 回头想想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 人家道义天天增长 定会等于 那个生活 多远满 多么丰富 我们今天天天还在造业 所以此地讲的 无实 我们不是无实 谁是无实 我们没有明白 佛所讲的一律 我学了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 才懂得这么一点道理 所以有机会 我跟大家共享 不忘记 时时刻刻提醒 同学们 劝勉 同学们 尽可能地 一天都不放弃 我自己很清楚 很明白 今天要是没有人劝勉 心也懒得看 毛病兴 兴兴兴 都出来了 中国古人说的好 那是讲念书人 三天不读 神仙书 念慕全非 古时刻 古时候人说的 他们那个环境 比我们 说在讲 书甚多了 现在 说老实话 哪里要三天 一天不读 就面目却非 一天还带菜肠 半天不读 都面目全非 古人还能够等三天 我们今天 半天不读 你看毛病兴兴 完全露出来了 甚至 一面读 一面毛病兴兴 都玩玩玩 你又有什么法子 读经 生烦恼 听讲 也生烦恼 研究讨论 吵架 去想想 古人还能耐得住 三天呢 才知道 我们现在 毛病兴兴兴 是多么严重 所以读到 这个经文 欺骗了一些 无知的 哎呀 想想我们自己就是母制度 欺骗我们的人 太多太多了 满街都市了 提醒我们的人 没有 到哪去找 我们所接触的全是欺骗我们的 所以这两句话 看起来很平常 意思太深 太深了 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 我再把《金刚经》的讲义仔细看一遍 看了之后 感到里面有十多东西 还是要加以补充说明 为什么呢 一般人看着还是不懂 不做补充 对不起现代的东西 所以古人讲经方便 点到为止 他看了 他能懂 现在不行 怎么点 点不通啊 不能不啰嗦 不能不麻烦 所以度现代众生 比过去困难太多 我们要没有耐心 没有丰富的常识 没有德行 没有德行 不能关机 自行化他都做不成功 所以不能不努力 所以不能不努力 为众生 为佛法 勇猛精进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去讲到此 期判词和故事 去来 purpose 那种意识 看了 4 3 5 3 4 3 感谢观看